好家伙 这画面谁见过呀 几十个海绵宝宝站在一起 猛然看上去还以为是一群蚂蚁呢 我是戴郭俊 好了 今天进行的比赛依然是跳高跳远比赛 那么你这个海绵宝宝就应该是第一个了 我当然是第一个了 我才是真正的海绵宝宝 哎呀 我跳过来了 你们生下的海绵宝宝要加油哟 对 你说的没错 所以你要加油哟 啊啊啊 给海绵宝宝加油了以后 它怎么没有了呀 不过没关系 海绵宝宝只要放一个泡泡 它就可以复活了 让我们看一下它这一次能跳多远 哎呀 我说你这个海绵宝宝 你跳得有点高了呀 你跳这么高完全不往前跳 而且还跳到海里面 这样一点也不好吧 嘿嘿 我就喜欢水的味道 啊 那我让你喜欢 哎呀 啊 啊 好了 接下来跟着一个戴帽子的海绵宝宝 这个海绵宝宝长得非常有特点 哎 它跳远呢 啊啊 也是非常有特点 还没有刚才的那个海绵宝宝跳得远呀 好了 接下来是这一个小丑海绵宝宝 这一个海绵宝宝应该更有智慧了吧 啊 啊 算了 当我没说这一个海绵宝宝直接跳到了这个船上面 跳得更近了 接下来是这一个海盗海绵宝宝 哦 说它是一个海盗 哦 还不是说它是一个小孩海绵宝宝 可以看到它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小孩呦 有道理 特别是这一个还带了个帽子 还背了个小书包哇 还有小鞋子还带了个小手表 感觉很可爱呀 嘿嘿嘿 我当然可爱啦 我是最可爱的 虽然你是很可爱 可是你也跳得不远呀 你怎么也跳到这个船上来了呀 阿 这个是什么海绵宝宝 你头上的都是什么呀 难道你是抱猪婆海绵宝宝吗 你猜对喽 不管你是什么海绵宝宝 接下来是一个牛仔海绵宝宝 牛仔海绵宝宝 你可不能像他们一样跳到船上去啊 我才不会像他们一样跳到船上 我才是真正的勇士 我要跳得非常 怎么狡猾了呀 接下来给这一个海绵宝宝 这个海绵宝宝看起来有一点太正常了 所以我们把它换成这一个海绵宝宝 哎呀没有换出来 那后面这两个 喂怎么长得一模一样呀 有没有搞错 不过不要紧我们继续比赛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海绵宝宝 直接往前跳吧 哎呀这个海绵宝宝也是跳到了这个船上面 看了半天还是第一个海绵宝宝最厉害呀 接下来这个海绵宝宝 哎他脸上还有皱纹 看起来好奇怪呀 原来他和前面那个海绵宝宝是不一样的 我差点以为他们就是一样的海绵宝宝了呢 哎他也跳起来了 哇跳得非常高 哎这一次还是不错的 最少没有跳到船上不是吗 接下来是这个幽灵海绵宝宝 哦不得不说这个幽灵海绵宝宝真的好好看 淡淡的绿颜色 半透明的身体 特别是他现在跳起来非常的轻盈 非常的轻松 哦可惜了他并没有飞 而且也掉到了水里面 喂你好歹是个幽灵 你就飞一点嘛 跳出个好成绩呀 到目前为止 这些许多的海绵宝宝都跳到了水里面 还有许多的海绵宝宝跳到了船上面 那接下来该这一个海绵宝宝了 你们就不能出现一个海绵宝宝超过第一个海绵宝宝吗 难道只有正宗的海绵宝宝才是最厉害的吗 那这个带帽子的海绵宝宝现在跳起来了 毫无疑问他也跳不过去 并且也掉到了这个船上面 那我们就不看他了 那我们还是继续比赛吧 那接下来是这一朵花的海绵宝宝 哦这个花的海绵宝宝长得真可爱 并且他也直接开始跳了 哇哦哇哦 哇哦 他跳得非常高 然后直接跳到了水里面 可惜又不是第一 诶这一个原始人的海绵宝宝 这一个就印象非常深刻了 海绵宝宝到原始山洞里面 就变成了原始人海绵宝宝 那看一下他的成绩 哇他跳得非常高呀 只可惜还是没有跳到对面 真的是太可惜 太可惜了 那到目前为止呢 你们这些海绵宝宝 一直躲在水里面 是不是害怕了呢 接下来是这一个白色的海绵宝宝 白色的海绵宝宝 如果说海绵宝宝没有黄色 他还能叫海绵宝宝吗 那我觉得呢 他应该不叫海绵宝宝了 他应该叫白绵宝宝 哎呀 他掉到水里面了 掉到水里面了以后 还成黄色的了 原来是这样呀 接下来是这一个 蟹宝王海绵宝宝 他脑袋上有一个大葫芦 哎 他跑起来了 左跑右跑 左跑右跑 哇 他跳得好高呀 可惜了 也是掉到了水里面 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了 剩下的海绵宝宝 我们明天再来跳吧